唐文宗、李昂继位后,对以王守成为首的宦官很不满,恰好太监求是良后,对以王守成为首的宦官很不满,恰好太监求是良后,对以王守成为首的宦官很不满,恰好太监求是良与王守成有矛盾, 所以便打算利用求是良来对付王守成,在除掉王守成后,唐文宗还想将剩下的宦官全部处理掉,于是编于正著李迅密谋了甘露之变 太盒九年,左京无畏大将军韩约以天降甘露为由,邀请唐文宗去韩元殿观看 唐文宗假意让求是良等宦官先行查看,实则派人暗中埋伏他们,后来因韩约露了妾,让求是良巧出端倪,所以甘露之变以失败告终 而唐文宗也被求是良等宦官挟持,在甘露之变后,求是良大权独揽,先后杀害了李迅、王牙、甲肃、舒元瑜 唐文宗对此也毫无办法,为了让自己家族被想尊从,求是良先后让他的四个儿子入宫当了太监,只有次子求抗宗留下传宗接待 而求是良之所以会有子嗣,是因为他在入宫时打通了关系,做的是甲太监 唐文宗病逝后,求是良立了唐武宗为定,并对朝政继续指手画脚 唐武宗做事果断,喜怒无常,暗中扶持李德玉为相,与求是良作对 求是良为了排挤李德玉,暗中苛扣进军良想,来鼓动郡京华便 消息传到武宗耳中后,唐武宗把他贬为内侍奸,求是良知道自己继续待在宫中的话